实在次归来 两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乔叔按之前约定的时间 安排了一辆军车 将严小兵他们送回他们的城市 午夜 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城市 望着车窗外 严小兵心里滋味百般 在告别了送他们回来的兵哥哥后 严小兵对白秒及陈斌说道 兄弟们我们先回家去 好好休息一下 等明天起来后 让我们好好计划下未来 白秒和陈斌听完严小兵说后 两人相互内疚地对视了一眼 答道 严哥都是我们没用 我们的住所在你失踪时 也被魁邦的人给毁了 现在我们没地方可去了 严小兵听后淡淡地说了声 没事的 就算那时我在 情况也应该差不多 白秒和陈斌明白 严小兵这么说是在安慰他们 他们感激地看着严小兵 严小兵继续说道 那我们先找个旅馆 将就一晚 一切等明天再说吧 当严小兵看到陈斌和白秒的脸时 他明白了 大家身上都没有钱 严小兵想了想说道 人活在世上 没有安居之处可不行 兄弟们 让我们去将失去的夺回来吧 白秒与陈斌听后 坚定地点了下头 严小兵明白 秦贼先秦王的道理 他与白秒 陈斌三人来到魁邦位于城郊的酒吧 打算抓一名魁邦小弟 逼问其王魁住址 就在他们来到酒吧附近时 竟然意外地发现 王魁搂着一位摇摇晃晃的妙龄少女 走在街道上 白秒本打算直接上前擒住王魁 严小兵一把拉住白秒 用眼神示意 其境观其变 就在他们等候时 王魁的小弟们开着两辆轿车 来到王魁面前 白秒见后 轻轻拍拍胸脯 感激地向严小兵点点头 就在这时 王魁与手下交谈的声音 传入了他们耳中 老子要和这小妞逛幽下 你们先去给老子 把凯夏的总统房开好 老子一会儿就过去 是 魁哥 车内的小弟应声道 就在车子准备出发时 王魁的小弟又将头探出了车窗 问道 魁哥 需要在房内安上那个吗 王魁听话 一巴掌扇向那小弟的头 怒道 你小子难道是头一天跟我的吗 老子有钱 但也不会闲着 无故去凯夏开总统房的 快给老子去办 那小弟吓得立马踩下油门 向前驶去 当车经过 严小兵他们身边时 严小兵隐约听到 黄毛 你个傻逼 老大开凯夏总统房 就是为了图他那安装针孔方便 叫车远去 严小兵三人 悄悄地跟随王魁 来到街头的凯夏大酒店 在得知王魁所住的是 18楼8888号总统房间号后 严小兵三人打算先一步 到达18楼埋伏 他们走进电梯 按了18楼的按键 一路直上18楼 当电梯门打开时 严小兵三人心中一惊 因为就在他们准备 走出电梯门时 望见拐角处出现了 上次与王魁一起追杀 自己的王魁小弟 但这时电梯已不给他们考虑的机会 不停地发出超时的报警声 为了不引起对方察觉 严小兵三人只能走出电梯 尽量保持阵定向前走 经过王魁小弟们身边后 严小兵三人提着的心 稍稍放了下来 就在他们以为没事时 突然身后有人吼住他们 喂 那三个人 等一下 严小兵他们刚放下的心 又提了起来 严小兵将手掌向下压压 表示一会儿大家淡定些 就在他们转过身时 王魁的小弟 已来到他们面前说道 兄弟怎么这么眼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喝过酒呀 严小兵灵机一动 随口接道 是啊 被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兄弟眼熟 我想应该是前面在花魁酒吧 一起喝酒的吧 王魁小弟听后 笑呵呵的说道 我就说嘛 我们喝过酒 兄弟以后有去花魁 就报我痞子里的名字 那里是我们魁哥开的 倒是一定有优惠 严小兵答道 那先谢谢兄弟了 下次有机会一起喝酒 看着痞子 离他们走后 严小兵三人 立马躲进安全出口处 等待王魁出现 不多时 王魁搂着妙龄少女 出现在严小兵三人的视线中 严小兵三人耐心观察着四周 看看是否有 王魁的小弟跟上来 等了一会儿 待王魁打开 8888房间门时 严小兵三人 悄悄地来到其身后 拿出刚刚在安全出口处 找到的小木棍 抵在王魁后腰 压低声音说道 放下女孩 不要发出声音 慢慢往里面走 王魁被这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条件性地 放开怀中的女孩 女孩不知是喝多了 还是被下药了 在没有一拖后 顺势向后倒去 陈斌立马伸出手 将女孩向后拉 王魁本想 借机扭头向后看 严小兵立马用手中的小木棍 顶向王魁的后脑勺 怒声说道 老实点 快进房 王魁下意识地认为 对方手上拿着试枪 乖乖地向房里走去 走到前厅 王魁说道 这位兄弟 不就为了个妞 你们至于拿枪顶着我吗 你们想要这妞 老子我送给你们便是 严小兵听后说道 少废话 往里面走 严小兵与王魁 向房内走 百秒将门关上 紧随其后 陈斌则留在前厅 照顾少女几把风 正当严小兵认为一切顺利时 王魁却通过墙上大大的夜惊 电视屏幕隐约看到 抵在自己后脑勺上的是一截小木棍 他立马翻转过身 抓住严小兵的手 当看到自己身后的人 竟然是之前被自己追杀的严小兵时 王魁惊讶不已 可惊讶归惊讶 他还是用足劲打算一招制服严小兵 可让他意外的是 虽然抓住严小兵的手 却怎么也无法将其扭动 严小兵见计谋被识破 借着王魁与自己较劲 一脚踹向王魁的小腹 若换成以前 王魁可能能够抵挡得住这一击 可现在严小兵的攻击 对于普通人而言 那简直就是变态攻击 严小兵这一腿扎扎实实地 踢到王魁的小腹 王魁就像个足球似的 向后快速地飞去 重重地扎在墙上 再落到床上 白秒见状 立马走到床边 发现王魁呕了一口血 昏死过去 白秒扭头 看向严小兵问道 严哥 他不会Q掉了吧 严小兵说道 不会的 我只用了三层力道 顶多让他内出血 或断一两根肋骨 白秒听后 像看怪物似的 看着严小兵 严小兵见白秒 惊讶的表情说道 不要惊讶了 赶紧找个东西把它绑上 我们今晚也好休息一下 白秒听后 回过神 在房内寻找 可以用来捆绑王魁的绳子 严小兵见房内 没啥事了 便来的前厅 看看陈斌 及那个贪软的女孩 严小兵来到陈斌身旁 问道 这女孩怎么样了 陈斌答道 他被王魁他们 下了过量的药物 现在不时地会抽出 严小兵说道 赶紧给他喝些水 然后尽量想办法让他将胃里的东西 呕出来 陈斌听后 立马走到冰柜处 拿了几瓶矿泉水 强行为女孩喝下 当喝到第三瓶时 女孩可能感觉胃里胀的难受 立马侧过身 呕吐了起来 呕吐后 女孩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翻过身 平躺在地上 陈斌再次拿了瓶水 慢慢为少女喝下 严小兵见女孩没事了 交代陈斌 照顾好他 便再次回到里面的房间 当严小兵来到房内 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彻底惊呆了 严小兵迅速来到白淼身旁 指着王奎问道 你咋的将他绑成这样 白淼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从旁边的柜子里 找到了许多SM工具 里面就有这条绳子 我按照说明书上写的 将其捆绑起来 严小兵听后 心里突然在想 你呀的 该不会想搞个违反自然道德的事吧 但心里想归想 严小兵还是说道 在检查下 是否绑结实了 检查OK后 将其丢到地下 我们赶紧休息下 等他醒来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白淼听后 再次检查一遍 确认没问题后 将王奎拖到地下 就在他们准备休息时 严小兵突然说道 忘了 这房里被王奎装了针孔相机 我们得将其找出来 拆了又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 严小兵他们终于安心地躺下休息了